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文化啊,前面跟大家聊了啊,这个真理和宗教啊,那么人类啊,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对我们这个地球上来说,就是来到这个地球上,对我们生存的环境啊,上到天空,下到大地啊,从观到微观,那么一代一代的呢,有了认知啊,有一些知识所谓的啊,也就是信息 那么这些知识认知啊,信息啊,需要向后人去传达,那么当时生活的人之间传达呢,通常又发个声音,那么后来演变成就是所谓的语言 那么这个,通过这种交流啊,说话啊,进行这个分享传达,那么这个样子呢,人类的这些认知呢,可以啊,对后人啊,进行其道这个 教导教会教育的作用,但是呢,往往呢,容易遗失 那么,其实啊,这确确实是如此,因为话说完了,就靠我们的记忆啊,在记忆当中啊,有时候就会有遗忘 那么祖宗呢,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有些东西呢,就不光是自己的大脑记忆,通过外在的物质协助自己记忆 那么通常怎么回事呢,就是 结绳祭树啊,与毛祭事啊,我分析前在这个 如实道业啊,经典的分享当中,也都跟大家分享过 结绳祭树啊,用个绳啊,那个绳子当然是草绳子,不像我们现在就今天有什么尼龙绳 金属绳,钢丝绳,还有什么,都是草边的绳子,那么继个嘎嘎,或者是继两个嘎嘎 那么继一个树,那么用这个打猎来的羽毛,或者是树的皮毛啊 那么来计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来传达啊,这些信息 那么既然通过结绳,通过这个鸟兽的这些羽毛也好,皮毛也好,甚至树枝啊 那么来作为这个信息啊,既一个事情呢,就要约定啊,约定这么白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啊,几个嘎嘎什么意思啊 那么这约定,大家就有了所谓的共同的common sense啊,就是说这个认知 那么大家一看到这个东西,大家都约定啊,这个代表这个意思 那么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计事计数的这个外在辅助的方式 那么但后来呢,祖宗发现啊,各种东西啊,有各种纹路不同啊 你看这花纹啊,这个颜色啊,不一样 树枝子啊,树木的洁面啊,石头啊,岩石 那么慢慢的啊,通常得到启发 通过一些符号啊,因为用这个羽毛啊,绳子也挺费劲啊 也是容易丢失啊,也容易这个放错啊,碰一下会改变 那么后来呢,通过这个生活周围环境的各种啊,东西上的这个纹路 花纹啊,纹啊,不同啊,受到启发 所以慢慢的通过写符号啊,文路不同啊 形成所谓的文字啊,文嘛 形成文字 那么既然形成这个符号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那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这也有种最初的约定 那么把这个约定慢慢的在共同一起生活的这个人类当中呢 慢慢判剥,大家都接受 有了共同的这种认知 那么就通过画符号来进行这个语言啊 以外的这种信息的交流啊 就所谓形成了最初的这个文字 那么最初的文字就是画一些符号 像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汉字 所谓的叫象形字 最早的时候 你比如说象啊,就是个大象 画了个大象,马画了个大马 这个粮食啊 就就就画个稻子,画个麦子啊 树啊,画个树啊 和现在画图一样 慢慢就演变成啊 就一种符号 符号完了以后呢 简化或者再添加 因为符号越来越多嘛 会形成这个困扰啊 其实我们中国的汉字就是这么一点一点 进化演变而来 进化是我们人类把它进化了 然后演变也是人类啊 中国人把它演变来了 那么这就形成最初的文字 那么这些文字呢 这些符号呢 是被赋予了一些信息 那么宗教呢 就是我们祖宗啊 这个 对自己 我们这个生存的 生活的这个环境啊 有了认知啊 一些道理啊 水旺地出流啊 什么时候情况下刮风啊 说白了 就是认知到的真理 那个法则啊 把它写下来 当然了啊 也有其他的一些 感知感悟 就是看到这种现象 有自己的一种想法 就是 某种程度上物质啊 显示出来 所谓的色 显示出来这个现象 背后里头的延伸啊 也就是说 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呢 就是思考 因为我们有头脑 头脑实际上就是个记忆库嘛 我们就要进行去整理 那么就会有一些延伸 那么就所谓的思考 那么思考 也是一种认知啊 也是一种感悟 那么也是知识啊 也会通过这些文字呢 那么来这个 传递啊 相互交流 那么后来啊 就是对后人的 有什么教导啊 有什么教诲啊 有什么教育啊 的事情呢 啊 也慢慢的啊 富裕通过 富裕了含义的这些 符号的这些文字 那么把它 通过不同的顺序 编辩起来啊 让这个信息 通过文字啊 向后人传达 那么说白了 就是将 人类啊 这个宗教啊 想对后人说的话 或者是感知感悟知识信息 把它文字化啊 富裕文字啊 就形成这么一种传递方式 所以文化呢 就我们中文的字面来讲 就是将信息文字化 称之为文化 那么实际上文化就是 我们现在说古老的文化 实际上都是现代的文化 过去文化 那么文化呢 是宗教的 传递的方式之一 对 早的时候啊 通过文字来传递这些 信息 那么随着 这个人类活动范围的 扩大啊 人类这个活动范围的 这个 活动对周围环境认知 范围的增大啊 那么慢慢的呢 不仅仅是文字啊 图啊 我们今天说图嘛 图文 图文和图不一样 实际上在祖宗那个时候 图文是一样的 当然图啊 那么主要是 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图主要是指着这个 河流啊 画一个图 这个河怎么读 大家出去的时候 怎么看 那么就后来 也到今天我们画成这个地图啊 画成这个图啊 甚至其他的技术图纸啊 等等都一样 那么这早的时候也有图 那么所以呢 这个信息的传达呢 不仅仅是啊 这个这符号了啊 这个文字了 还有图 加以辅助 当然再后来演变呢 就更多了啊 一个传说啊 编一个故事啊 通过口耳相传 有的也写的文字化了 有的没有 没有的呢 就是啊 古老的传说 那么有的呢 就是哪哪有记载 被文字化了就有记载 没被文字化的 就是传说啊 因为都是口耳相传 传下来的嘛 那么再后来 由于人类 这个活动啊 这个工具的增多啊 有了发展 那么比如说 鸟的这个毛啊 把他摆成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鸟的骨头啊 比较轻嘛 骨头空的啊 做个哨子啊 这个哨子就有声调了啊 和人一样 那么但他这个传那么圆 所以那么就有这个口哨啊 那个那个那个骨头做的哨子啊 这也是一种信息的传达 所以呢 那后来他这个鸟骨啊 在口上也就是竹子 成了乐器啊 能出来 嗯哼哼 倒来密发骚 各种各样的声音 所以呢 乐曲也是信息传达 也变成了文化 尽管他不是文字化 但也是信息啊 固定下来 向后人的这种传递传达 那么还有就多了啊 演戏 艺术啊 跳舞啊 一个什么样的动作等等 也都赋予了一些信息 那么所以文字化 呃 这个含义呢 不再像最初的那样 说是一种狭义的啊 慢慢就广义的了啊 统统成为文化 甚至一个 呃 风俗啊 就是啊 什么时候 呃 其实祖宗设定节日啊 那么这些所谓的风俗 就是为了记住这个使力 什么时候该播咒 什么时候该呃 浇水 什么时候该 收割啊 藏在哪里 怎么藏 那么这些信息在里头 那么 由 这些东西以后 文化就被 呃 更扩大了 比如我们刚才说节日啊 也是文化 呃 甚至于 游戏 因为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啊 物质不再那么紧迫了啊 不需要光打猎 慢慢固定下来 那么形成了各种旗类啊 那就是说游戏 呃 那么也是文化啊 那么象棋啊 围棋啊 甚至后来的军棋啊 跳棋啊 等等等等 这实际上呢 也是前人 呃 约定俗成啊 制定了一个规则 按照这个规则 大家有玩儿 娱乐啊 因为人的生活 这也是 你光吃个拉撒睡 还不行啊 要有这种娱乐啊 有这种 怎么说呢 放松的时候啊 所以有了 呃 更多的 甚至于呢 编故事啊 呃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啊 你把这个文字 呃 这个文字化 呃 信息呢 不再是 呃 比较严肃的 对真理的认知啊 对这个法则 天道法则的认知 那么还有了其他的 那么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 形成了所谓的后天逻辑 后天的真理 认为 那么有一些啊 这个 也认为啊 知识 也是信息嘛 那么大家相互去交流 那么比如说这个所谓的文学作品啊 后来文字 慢慢的多了嘛 啊 同一个音 我们说吧 中文就是四百多个话音 再多了呢 那人子 文字现在就 几千上万个啊 汉字 那么 那所谓 各自承担的这个信息啊 那就范围越分越细 那以后可能更多 更多的字和词 那么都一样 那么这是一个文字化 演变扩大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内容呢 用逐渐的就 呃 不仅仅是啊 对真理真相的认知了 还有对周围环境啊 观察思考 总结出来一些东西 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小说 小说大家都知道 小说嘛 不是真的 是编了一个故事 通过它 来跟大家讲一个道理 这其实也是信息啊 知识的一种传达 大家也知道啊 那没发生那种事情 那么后来小说演变成 谁大家一听小说 那就不是历史 那当然真是比较严肃的 就是所谓的历史啊 也是通过文化来 文字化啊 把那些信息 那个曾经发生的事情 把它文字化啊 记录下来 也是啊 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历史 这是后来我们有这个门内划 划分呢 越来越多 当然这也是所谓的文化颜面 以至于到今天 大家对文化 也没有什么定义啊 谁也不能说 把它给定义下来 为什么呢 那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方面 那只是一方面 说这个范围扩大了啊 不再仅仅是把它文字化 承载了对真理真相啊 对一些道理知识的承载了 还增加了一些这个娱乐性的东西 说别了就是假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魔术 魔术也是一种文化 其实也是祖宗啊 闲着没事 吃饱了撑了 为了娱乐 逗一笑啊 那么形成了一种 怎么说呢 窍门啊 所谓窍门 那么就传承下来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这就是说所谓的文化 这种传承信息的这个过程 和这个形式的一种演变 我们跟大家分享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那么就有对真理真相啊 这个道理天道法则的认知 那么那是一个比较严肃的 跟这些娱乐造假 干什么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人类 我说造假 大家可能有一种抵触 就是说自欺欺人嘛 什么孙子兵法 三十六纪等等等等 这些就属于造假 骗术 包括魔术 好多人现在也是说 关系的这个魔术 魔术造假 魔术本来就是假的 魔术原意就是个假的 你看不出来 所以大家会乐 你魔术造假 就是造假 没有魔术不造假 不造假 那叫生产了 生产产品了 所以有些人 就在这 因为我们现在沉溺其中 不能像认真的一样啊 把这个事情捋顺了啊 究竟啊 就这就叫之啊 把它分明白 所以某某形成了一种 模糊边界转移概念啊 弄不清楚 差不多的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现在都弄不清了 那么这是啊 这个 一个演变的方向啊 那么文化呢 就成了一个 所谓的大大大大会 那么文化当中 嗯 比较 倾向于真理真相的 叫文明嘛 啊 文明文化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样 但是不 也不完全一样 文明 就代表 是要讲道理的 啊 文化嘛 就是这个大眼杠啊 什么都往里装啊 你今天有个什么 偷鸡去脚的窍门啊 也可以 什么像 玩扑克啊 赌博啊 等等 这都是属于 都有文字 都文字化了 这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各个民族 在这上面是有差别的 但是对真理真相的 所谓的宗教层次的 对真理认知的层次 大家都是相信的 所以我们在前面 跟大家分享了 如实道义 那么 比较倾向于文明啊 倾向于对真理的认知啊 感悟 那些知识呢 就形成了所谓的经典 这经呢 经 因为这比较严肃的 那么这就是说文化 它是传承宗教的啊 一种方式 一种途径 那么同时呢 文化也被人类 慢慢的赋予了 更广泛的含义 那么它这一方面 那么它里面 符合倾向于这种讲道理啊 对真理的认知啊 就形成了所谓的文明嘛 还是经典 那么当然了啊 这个在文化化的过程当中 你想想把这个信息传递下来 那么宗教都有人造假的文化 一样啊 本来没有这回事啊 编一个呢 叫探改历史嘛 不如实奉告啊 那么所以有好多我们现在说对过去的历史的了解 里面也是有真有假 因为人类呢 有意无意的这些祖宗啊 就把这些东西添加进去了 你比如说本来人家这个文学作品啊 所谓文学作品 想通过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编的就是假的嘛 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想讲一个道理啊 但是呢 后人啊 这就是历史啊 因为这个人 那编这个故事的时候要有人物啊 就是我们写作也都知道 要有人物 有时间 有地点啊 有这个这个这个等等等等一些要素 那么他也都具有 那么他起这个名字 不一定就是那个人 但是有来后人 或者前人也用了这个名字 就把这个编排的故事 扣到那个人的头上去 所以会产生对历史的误解 当然了 所以好多人也对我们这个历史呢 就并购 因为什么里面有假的 那么文化里面 这个假的就要比宗教啊 因为他是传承宗教的一种方式和途径的一种 怎么说呢 算是一个工具 但是呢 他又单独演变出来了 那么就跟宗教呢 进行了分裂啊 那么宗教呢 相对来讲 保留的内容和信息呢 是比较严肃的啊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天造法则的认知 那么天造法则以外的物质世界的人的认知啊 那么杠杆原理啊等等这些东西就开始啊 他也没有去究竟这个东西啊杠杆 其实真正讲这个说能省力 是可以省力 但是不省功 这个实际上学过物理都知道都一样 但是他偏偏就强调省力了啊 那么一样啊 我们所以有些东西呢 认知啊 对错误的引导了 那么就跟这些有关系 那么但是呢 不管是文化还是宗教 我们都要从当中呢 去剥离出真正的东西 什么就是这个正确的东西 不正确的那些假的东西就去除 当然娱乐性的 看着就是说 大家去怎么着 就是就是为了消磨时间 而不是说就去究竟正的 比如说玩棋 那棋呢实际上就是约定了一个逻辑啊 当然这些东西最早的时候也是通过语言 通过文字规定啊 这个什么向飞天马走日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规定下来以后 大家就根据这个规则去做 这跟我们三界运行原理啊 一样只是我们人类认识到 通过这些东西来向我们显现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遵守这个规则啊 就有一种比赛的意思啊 或者一种对比的意思 看看谁能运用这个规则呢 运用的比较好 所以形成一些game 就是所谓的游戏 那当然今天的游戏很多啊 大家一提游戏都知道 那么这点游戏呢 跟从某种程度来讲 给我们这个真理啊 那个宗教的没有什么 很大的联系 那一点点联系是有 也是向我们说明一些事情 叫我们去思考 仅此而已 那剩下的呢 就说白了 纯粹就是一种消磨时间 是一种浪费生命 包括现在所谓的体育运动啊 打球各种球类也是 这属于一种游戏 那就是规定啊 大家有一个约定 和文字一样啊 有些信息在里面 那么大家呢 根据这个东西去解读 去发展 那么丰富人类 在这个滚滚红尘当中的生活啊 增加一点乐趣 如此而已 那当然了 这些游戏的设定啊 也要在真理的范围内 为什么呢 你说我这个打平凡球 我一个平凡球打到太阳上去 那也不见识 那平凡球说 就是在桌子上啊 你说这个篮球啊 就在范围内 大家拍大一点而已 说白了 也是 他要在遵循这个天道法则的前提下 人类的一种发展 发扬 那么文化 那么就多了 所以大家去 这个 去搜索一下啊 现在网络很发达嘛 你知道这个文化 涵根面很广 我们也承认 确确实实 涵根面很广 但是呢 有真 假的就比较多 那么 这是说我们中国人 这种文化 那么世界其他国家 那么他也有文化 这个词实际上呢 含义和我们文字化 就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把一些道理 一些想法 一定要感知感悟 把他文字化 跟大家去分享 向后人的传承 传递啊 或者教导教诲 那么都一样啊 国外的 就是中国以外的 西方也好 中东各个国家 对这个文化的 这个 这个描述呢 实际上和我们 中国人对文化 真正含义的描述 是一样的 就是把他文字化 把信息固定下来 固定约定 通过约定的符号 向父母人传承 所以叫文化 那么 说别了 还是 有些朋友呢 也不诞成啊 文化就是 把信息知识的文字化 你太简单了 玩文化 还有歌 还有故事 还有传说 还有琴 琴书画 等等等等 那当然了 那就是说 也是另外一种的约定 它只不过是 所谓的广义了而已 那文化呢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 我们也跟大家 跟宗教进行了 说严重点 要分裂 就是分开了 跟宗教是不一样 宗教主要是经典 比较 这个严肃 把一些东西固定下来 不去 再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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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或者怎么着了 所以现在是经典的 当然了 还有人在不停的添加 只不过现在呢 我们这个 再添加在那个 由于大家交流 风湿的这种提高 速度的加快 已经很难了 所以好多人 就 立宗创说 或者立说创宗 等等 各种各样的 奔利别派 完了以后 去发展 那么 其实这也是在 文化发展 范围内 那么 所以呢 我们呢 不能去否定 任何一个 民族的 所谓的文化 那么和宗教 都一样 我们前面 跟大家分享 文化也是如此 相互尊重 但是每一种文化里头 那个现代文化里头 假的成分 很多很多 所以呢 我们要去 这个 有一个 求真的 严肃对待 从当中 把真的挖掘出来 把假的呢 去掉 帮助我们来完成啊 做人的使命 成功的做成一个人 那么 我们还想补充一点的 就是说 这个文化的发展过程呢 我们现在都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 不用文字化了 所以 但是它也是文化 你像今天的硬盘 记忆卡 那没有文字了 但是文字在里面 那通过 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把文字 再重新掉出来 这是一种 所谓的电子 的记忆 那么 整个发展过程 最早的 我们就说 要拿绳子 拿这个 背壳 拿这个 鱼毛 拿兽皮 来作为这个 信息的承载 后来呢 我们就说 岩石上雕刻 文字化嘛 文字化 那么也是传承 再后来呢 陶图 这是我说的是 我们中国人呢 陶图 上面刻上字 还有冠冕啊 那个国王 你给大家服务的 这个军啊 王主 那么刻在帽子上 还有在这个 这个这个丝带上啊 那就 在那上面 再后来绸缎 组剪子 到后来 在纸张上 现在我们有电子版的 真是 统统都是文字化 就是信息的固定 啊 呃 呃 那么 这一个文化 这个词呢 当然了 要讲的也是很多 呃 就跟大家呢 简单的聊这么多 那么 我们只是想瞧瞧一下 其实呢 文化就是文字化 还把信息文字化 没有什么复杂的 也没有什么神秘的 当然了 各个民族的祖宗啊 啊 人类的祖宗啊 把这个文化当中参加了 参加进了 啊 许多这个东西在里面 那么 有正确的 有不正确的 你比如说 呃 让大家 呃 沉溺于物质的这种各种学术 很多了啊 特别是唯物论啊 那么 等等吧 呃 让大家呢 就说啊 认物质为我们的本 啊 而不是说我们真正那个本 那么这些呢 当然他表面上看啊 很有道理 因为我们没给真正的思考 思考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 哎 那确实实 啊 不是真的东西啊 跟真理没关系 真理是背道而实 跟真理相背 那么 去 吴隆藤的那样 就是 呃 误导人 那么 叫大家去 呃 就是 被这个 就是认物质为 为本啊 被物质所沉溺 所疑惑 所这个 蒙蔽啊 掩盖 嗯 当然了 这些我们真的要去去除 物质 不是 物质是 怎么说呢 我们 呃 这个 是境界 层次提升的一个 道具 就像文化式宗教的 这个承载工具一样啊 是一样的 可以呢 呃 真真正正的 呃 我们还是要去明白 这个 真理 呃 暂时呢 跟大家聊这么多 那么 以后呢 有机会儿啊 就针对文化 继续跟大家去 呃 分享啊 看头 好 呃 今天呢 就跟大家 呃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就会儿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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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